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弟有难 不能做事不管呀 一个天降之子 爸爸 原来你没事啊 一场家庭的风暴 太过分了 大不了我就一死 我一定让你后悔一辈子 心情 做我们兄弟俩 你知道我们哥俩从小我爸就 爱情 如果你现在跟我认个错 以前的我就 真相 DNA检测 说那天那个孩子是我的儿子 敬请收看普法栏目剧系列剧 最陌生的亲人 看普法故事 凭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今天的节目 我们要带来一个新的故事叫做最陌生的亲人 这故事的主人公啊 叫李再兴 年轻有为 和自己的妻子林静 白手起家 经营的一家设计公司 他们俩呢 是大学的同学 多年来 虽然说经历过很多事情 但是感情很好 唯一有一件事 两个人之间争执不断 也是很受困扰的事情 就是李再兴的弟弟李又兴 这李又兴从小 不学无术 游手好闲 而且还沾染上这个赌博 嗜赌成瘾 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 让人操碎了心 这家伙是屡教不改 欠了一屁股的赌债 没办法跑来找哥哥 哥哥就拿钱 给他善后 擦屁股还赌债 林静一直为这个事情 心里都很不满 老跟这个丈夫 李再兴两个人之间就为这个事吵架 可是呢 他也知道 自己的这个丈夫 李再兴 心地善良 从小对这弟弟又非常的好 李家这个妈妈呢 就是自己的婆婆呀 对这个李又兴又很溺暗 所以没办法 只能是一人再人 也正是李再兴跟李母 对李又兴这种一再的包容 也助长了李又兴的恶心 他在外边肆无忌惮了 赌博鬼混 染上一身的麻烦 这次他制造的麻烦 给一家人带来了一场巨大的风暴 而且造成了他永远都无法弥补的伤害 这次他制造的麻烦 咋的咋咋 怎么赶在我的地盘出了 是不是活你了 没有大哥 这怎么什么 咋的我不赶了 你让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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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你作异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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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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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示我们正在场内 大哥我就算我们可不行了 我知道 知道错了 大哥我一声无吞就放了 既然你是这的常客 那就应该知道这个规矩 出一次前 断一个手 我不要断手 我退下 我退下 不行吗 喂 哥 喂 我是又姓 我被绑架了 哥 你又被绑架了 你这一个月都被绑架两次了 你是电视明星还是美国总统啊 我真的是真的 我真的被绑架了 哥 对 前几回都是假的 是吧 哥 不要拿我小生开玩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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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 你让我睡个好觉行吗 喂 你弟弟在我这抄老千 被我都逮到了 如果你还想见到他 完整回去的话 就乖乖的把钱打过来 你也知道 你弟弟的医生器官 在黑社上的价钱吗 哥 哥 他被贴的 求我哥 不要贴的不求我哥 求我哥 这次要拿多少钱 不管多少钱 咱们什么都拿不出来了 不过这个事啊 真的 不管真假 咱不还是报警吧 报警 看来你哥还没有成功 不是 不是 你们 你们到底想要多少钱 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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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脆去抢银行算了 我给你 这是不新的 这是不新的 这是求不新的 这是求不新的 不新的 我 不新的 我 我 我 给你 你干嘛 你干嘛 现在的情况你不知道吗 公司多困难呀 银行贷款根本提不下来 哪有钱让你去补漏洞啊 现在报警 火上浇油 就你相信这一套 你为了这个半夜三更 打了多少次电话 填过多少次窟窿 你不知道啊 林静 你知道我们哥俩从小我爸就 就我们兄弟俩人 行行行 每次你都说这个 我知道你爱你弟弟 但你弟烂毒 有一半是你的原因 你要是真为他哈好 你就不能再当他的提管机了 大哥 我哥可能没有 遇到事件的严重性 我哥开公司的 他一门爱 一门爱 他有的 我一个唯一的亲弟弟 他不敢进去 怎么不救他 不会这样 二十三天时间 你把我放了 我一定给你车 抽签 不 两天 两天就够了 哎呀 我这样 你放了 三天 不 两天 我一定会给你车 全的 先把你们照好给我带过来 我把十万块钱给你们带过去 十万 你弟弟在我这抽签也不止十 十万块还是留着你自己 哥 救我 他们是真的 他们真的会闹死我 哥 再先啊 再先啊 我现在公司出了点状况 现在就只有这十万块钱 我先给你们带过去 你们先帮人 回头我再想办法 我们又跑不了 啊 三日之内 把钱还清 夏星 哎呦 你怎么了 我晚上吃坏肚子了 有点拉肚子 啊 要不要吃点药啊 没事没事没事 你也上厕所呀 我不上 我不看你没在吗 我就先来看一下 哎呦 没事 我去睡觉啊 啊 哎呦 走走走 我去睡觉 今天就轮转到公司了 回头要先去银行 把支票取出来 嗯 慢点拍车啊 咱俩回来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晚上吃坏肚子了 有点拉肚子 你回去睡吧 啊 哦 我回去睡吧 把这个打下一下 我回去了 你把那个打下 $500 我 voltar花了 去吧 夏星 你下来 过来 什么呢 23 Hyper 怎么说老山 蔡星 这一百万 是我们拖欠员工的工资 你务必 一张不少的 交到员工手上 老婆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我知道 这一百万是我们现在所剩的唯一的积蓄 也是我们为将来 孩子准备的成长基金 我说过 不到万不得已 我是绝对不会动一分钱的 你放心 我就是再混蛋 我也不会把咱们的将来 去冒险 好 你放心吧 好 我相信 走吧 小心开车 李再兴虽然跟妻子 共同拥有一家公司 但平时资金都投入到了各个项目当中 被套着 恰恰前一段时间 公司仓库失火 损失惨重 仅有的一些流动资金 也都用来赔偿订单等等各项损失 公司现在是内外交困了 可以说陷入到困局当中 不仅是背负着沉重的债务 好几个月了 这员工连工资都没发 而那一百万的支票 是林静和李再兴两口的 辛辛苦苦打拼 给未来的宝宝攒下的教育基金 当时两个人就有决定 不到万不得已 绝对不能用这笔钱 之前 这赌鬼弟弟欠个几千几万的 当哥的都能应付 这嫂子也就忍了 现在一下子一百万的赌债 对于林静来 这绝对不能接受 家里就这么点钱 而且是就几千 可是呢 我们面对这些不断发出的 凄惨的求救信号 这边等着资金来运转 面临着倒闭的公司 左右为难了 李再兴 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 妈 妈 妈 再兴 你没事吧 再兴你回来 她们来了好多人 我想她不敢开门 我也不敢报警 您看我这不是来了吗 妈 咱们别怕了 你弟弟 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她糊涂 有心都三十几岁的人了 整天还吊啬的 这次您不能再惯她了 她自己闯得慌 让她自己去接着 真心 你这一次 你一定要帮帮你弟弟 要不然 要不然妈跟你睡 妈 妈 妈 你这是干嘛呀 您先起来行不行 千万不要老大 你可以老人说 要是你弟弟 他有一个 三成两个 我相信 他都不是让我这样的 妈 你先起来还不行吗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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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后一次还不行吗 下车 到了 下车 银行不下个路口吗 正快到了 神经病了你 你跟我走 放开我 放开我 我认为你要帮我 打一面军是吧 是不是林静的主意 我不能再怪你了 我就知道是他 一天会看你样 人都变了 跟他没关系 是我自己的主意 是你自己滥堵成性 不是悔改 走 干什么掉 别动 好 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进来的 可我没想到 是我进来是你 放开我 你现在有钱 人上人是吧 我 都没事了不是 嫌弃我是吧 我是不学好 我活干 可你也想一想 也不是每个人 都像你弄命好 大学不愁吃不愁喝 这路 是你自己选了 跟别人一点关系没有 我当初把爸发下来的抚恤金 我去上大学 谁 你呢 去吃喝嫖赌 我不赌博 你大学生不了 你再说一遍 我说 就是和我们的美人了 是和我们的美人了 你再说一遍 你说 是和我们的美人了 我说 是和我们的美人了 妈 妈 您告诉我 我爸当年的抚讯金到底多少 您告诉我 妈 你就给他说实话 刚才他要大义灭亲 就把我送到警察局 你现在当老板呢 你了不起了 您你的亲弟 都翻脸不认呢 你那年 正好赶上高考 又信 怕当务里的学习 瞒着你 和我一起到长导家 追偷抚讯金 一条人命 就这样 没了 结果 他们只认给我们五千块钱 但心 妈知道你从小学习好 能考上重点大学 那是你自己的本事 又心不学好 比老说我惯的 我这个当妈的没本事 又不争气 生了一场大病 把你爸的铺血经 都花干了 要不是你弟弟拦着 我倒是恨不得把我的插管扒掉 省下钱 去给你交学费 妈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这些 妈是怕你心里有什么负担 就像又欣一样 她从不跟我说 她在外面是怎么借高利贷的 又是怎么还上的 妈就想看着你们两个人好喝的 也不想你们有父同享 但兄弟有难 你们不能做事不管呀 妈 放心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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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接电话不回短线 支票取到了吗 因为那带馆下来了吗 刘飞说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一两天 奥 奥什么奥啊 我问你支票取了吗 我问你支票取了吗 要不是你弟弟 你在大学 说什么也上不了 但兄弟有难 你们不能做事不管呀 支票那边出了点问题 可能要明天才能去了 一定是我在大学 对了 你来支票新银行把钱写了吧 支票不急吧 可今天是发新日啊 你弟弟怎么在这 是我叫他过来的 这不是前段时间公司的小李 辞职以后一直都没招上人来 况且我妈也想让他过来帮我 所以我就把他叫来了 这小子这次是真知道错了 咱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况且我妈也想让他来公司帮我 这样一来那些乱七八糟人也找不着他了 刚买的早点 吃一下吃 李又欣 我特别想知道 你那一百万赌债到底是怎么玩的 找朋友凑的 这年头 谁没个撒过俩早的是吧 把支票给我 支票我拉公司办公室了 你看我这机型 好 特别好 走 咱下一块上去吧 去楼顶干嘛 你知道吗 你来这干嘛呀 自杀呀 你疯了 我疯了 我疯了就好了 我疯了就不用为底下那些辛辛苦苦 被我卖病的人说 你们的工资没了 你们的工资都被你们女总拿着给她地理添赌债了 嫂子 你都知道了 你也别生气 这都赖了 也用不着你跳楼啊 要跳也是我们跳啊 你闭嘴 李又欣 你能不能别害你哥了啊 我问你 公司现在为何出现问题 咱们又发回家说什么 不行 是因为仓库保管员蛮乎值守 没发现烟头从而已发了火灾 错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弟弟 你弟弟 教唆仓库的保管员 聚众赌博 上班时间擅自离港 才最终导致这场火灾 这场灾难是人肥的 保险公司不会给咱们一分钱 这个时候 你居然还拿着公司的最后资金 去给你这个混蛋地理填赌债 保险 我求你了 咱们回家说什么 别担心了 今天你要不是在这儿 把话给我说清楚 就跟你没完 不就是不想让我干了吗 我还不干了呢 我还告诉你 别狗眼看人帝行吗 不就一百万块钱吗 我一定还给你 一定 定心 咱们已经有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发过工资了 大家都想吃饭的呀 林副总啊 跟我们的员工说一下 银行的具体放口日期 好让大家吃喝尽心玩 林总 帮我跟大家道个歉吧 公司现金流出现点问题 等一解决 公司立马连本代日补偿给你们 可是咱们已经有点 好了 先出去工作吧 让大家放心 那好 那别走 那我先出去 别走 刘飞说银行抽签条问题 贷款 两个月之后才能批下来 什么 你现在知道着急了 你拿员工工资还你弟弟赌债的时候 你就该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那现在怎么办 公司要渡过难关 就不能在一刻手上要死 与其坐等银行批款 还不如积极寻找风筒 有分有这方面的朋友 还可以帮忙 就是你这出路了 你现在 小姐 小姐 这割道运势 丰富 更何报你哥友是一面了八斤的习管炎 给他买两瓶香烟药就完事了 那您就老是论一下事 你可以说人家论一下事 但是也得怪你自己不争气 你要是真有本事在这三天之内把这一百万的窟窿给人堵上了 别说你哥到时候就连你嫂子他把他妈也瞧得起你 这社会就是这样 只认权不认人 你有什么门路呢 哥们最近学了一个新的出现招数 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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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借住了 你什么意思 你连我也信不过是不是 不是信不过你 这事 反正不行 那是什么意思 你忘了当时谁交你的小鱼秀了 你忘了你爸当时的五千万钱的抚恤金怎么变成五万的了 实话跟你说吧 这事我现在讲得后胖 差点把他面前丢 这事 你放心 这次我让你出现 就是让你不出现 不出现 李老板 来了李老板 你好 久等了 久等了 你好 来坐 这是我们公司的以待兴 就这样三天 来坐坐 李老板 今天我带来了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企划书 你也别这么尽力 咱们说好了吗 今天就是吃饭喝酒 怎么就垫着我兜里的钱呢 不是我 没有没有 行 来 李老板 您来尝尝菜 尝尝这家 来 试试 嗯 这肉 挺稀的 来 您多吃点吗 就跟您的御手一样 是 跟您的御手一样 李老板 我给您倒了汤 哎呦 给您看今天的汤特别鲜了 来来来 没老板 哎呦 烫着我手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没老板 我给您擦 我给您擦 来来来 不要您 没老板 我来 我来给您擦 他擦碼撞了 不好意思啊 给您提补室 赔补室的 不好意思 真没用 老板 这是我昨天晚上熬夜做的企划说 您有时间还是看一下 哪有时间看你这个东西 找了投资的人多了 这些公司啊 抓一把掉的渣 都批你的 没老板 没老板 我也没别的意思 您看这样行吗 我再干一杯 就当给您赔不是了 别喝一杯 你今儿啊 把这瓶喝了 咱们今天的事 就算一笔无效 说话算话吗 绝对说话算话 你就是想要这笔资金的话 你就喝它 你不想要 你可以多喝 行 你在怀孕期间 大量饮酒 早上未出血 我怀孕了 都三个月了 你不知道啊 住院观察一点时间 不然特别危险 可是医生 我还有很多工作呢 我不能住院啊 要不您给我开点药吧 我一定按时吃药 按时复查 最好是住院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医生 麻烦你替我帮你 谢谢 没事吧 没事 我喝吧 那为什么还去大哥的赌场 我刚被活捉不知道吗 正是因为你被活捉过 所以所有的钉子和尖细 都会对准你一个人呢 这招签数的胜算 关键就是在于心算 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桌上杂乱无章的牌 计算好谁和谁相配 再把配好的点数 按照当时的人数 计算好发放到谁的手里 所以说我想把牌发给谁 就发给谁 所以说他们把眼珠子扣出来 也找不出我抽签的证据 因为抽签的根本就不是我 而是你 即便他们所有人都怀疑 但是根本找不出你抽签的证据来 好了 我去了 李又欣赌气离开了公司 又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这回呢 他找了一新的搭档 就是张三 这张三啊 就在之前 李又欣不在出签吗 被人逮着了吗 就在那赌场里当核官 核官就是那个发牌手 这张三一直心里不服气啊 因为他那个老大叫花哥 老是欺压他 所以呢 他就一直想找一个机会 要干点大事 这两个人上演一个障眼法 出老千 准备在赌场上赚钱 可是各位想是想的好啊 这赌场是什么地方 那么接下来 李又欣跟张三两个人的计谋 能得逞吗 关键问题 如果一旦被华哥这些个人 识破他们的诡计 他们俩能逃过这一劫吗 这些全部人应该是想的 都事实了 这些都在订阅上 不可能 没有就这些人 这个人应该是开梱 什么都出了 没有 unterstüt 我这些人也认为 什么都出了 关键 有什么都出了 来 不可能 作弊 我一定是作弊 小子 爸 今晚手机不错 我有开光佛祖保养 自然赢钱 我是好心提醒你 要识相的话赶紧走 你要知道 从这走出去的人 没有人能赢过一百万 走着瞧呗 看我今晚到底能赢多少 愣着干嘛发牌啊 先生您输了 我劝您见好就收吧 放心 我已经够一百万 自然才叫做人 来 继续 别以为 别以为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 能够 我 你少了我 出钱 那是要讲证据的 你有证据 来 继继续 走 老大 什么大 就发现不了他有问题 还有 监视器也没问题 他把一格一格的慢放 也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不可能 只能说 这小人的运气好到天花板上了 放屁 你 张三的继续也不给点 你们不都是老朋友吗 哥 你看他 好 老大 我们把继续类都放在刘欣一个人身上了 却忘了有收入初老先生也是需要搭档的 何官 你们 玩什么 定住张三 清淘 抓住 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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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让你走你没走 现在我们老大想见你们 跟我们走吧 见什么见 我没有空 快 快走走 美老板今天要去公司 试查工作 我先去接他 你先回公司 记得让保洁把那个会议室一定要打扫干净 哎 银行那边有信了吗 最近大家的工作情绪好像特别消极啊 银行啊你就别想了最少还得等一个月才有信 不过刘飞说了如果我们急用他可以先给我们五十万九几 是他自己的钱吗 当然了 看来刘飞这小子还挺仗义的啊 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 也不知道这工资能不能引到 都几个月没发来 这个月要再不发 我就辞职不干了 哎哎哎哎 放心好了 工资今天肯定是发不了 老板不是没有钱发 老板的钱都给他弟弟拿去赌博了 什么拿我们的工资去还赌债 那还不公平了吧这也 凭什么呀 他再这样我不干了 对啊 可以 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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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不干了 老板岂不是更高兴 我们这几个工资都泡汤了 我们要为自己争取自己的利益 那咱们把这东西都搬走 对对对 搬走 美老板你好 你好 自从上次咱们见面 我想彼此都没留什么好的印象 我以为我们的合作要黄了 在飞机上 我随意翻看一下你们的计划书 我发现我真是低估了你们 不论是每个数据每个展望 看得我热血沸腾了 搬退了搬退了啊 赶紧走 赶紧走 我非常欣赏有头脑的合作者 我们不如重新认识 谢谢美老板的赏识 那我们上楼参观 好的 走 美老板 呃 要不这样您看行吗 我先带您去去大法刊 我现在就是迫不及待的想去你们公司餐饭 呃 呃 是这样的 呃 对面的咖啡厅呢 有我们公司设计的餐具 所以借此机会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公司设计的餐具 您觉得呢 呃 那就行 走吧 走 先听我说大家 就一句话 啊 今天下班之前 我肯定把欠大家的公司 发到大家手上 大家 先回到工作岗位上 啊 更不要搬公司的东西 啊 做我求大家了 你的钱都拿去给你自己赌博了 拿什么干嘛发不资啊 就是 你如果再乱说话 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老板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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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你那边抢你啊 一定要问路贵没老板 李有星跟张三经常在赌场里边 不许问赌博 啊 还有呢 赌场的老板 就华哥啊 开设赌场 其实这些啊 都是违法的行为 赌博罪 刑法303条规定 以盈利为目的 聚众赌博开设赌场 或者以赌博为业的 可以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啊 故事一开始 赌场的老大 发现这个李游星出签嘛 然后绑架 实施暴力 然后胁迫他 拿一百万来 要不然把你小子弄死了 而且呢 又在李游星家门口 写大红字 恐后威胁 这些行为 都犯了敲诈勒索 和非法拘禁罪 刑法274条规定说 敲诈勒索公司财务 数额较大 或者多次敲诈勒索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具意或者管制 如果说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判三到十年 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可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当然 还要处罚经啊 另外 刑法238条说 非法拘禁他人 或者以其他的方法 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 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以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那当然如果要是你绑架了 那还殴打侮辱 那就同众数了 咱们回到故事里啊 接下来这个故事 现在扣人心弦啊 赌场里的人 已经开始怀疑 这何官张三有问题 李又欣跟张三出签 会不会被人家识破 他们俩能出来吗 能安全的出来吗 员工知道原来大家血汗钱 被老板拿去给弟弟还赌债了 愤怒无比 准备闹事儿 那么林静跟李再青这公司 能不能渡过这个难关 还有 所有的这些事情 已经严重的影响到 那夫妻的感情了 那接下来 还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又欣 姐姐快跑 我说过 我欠你的钱 一定会还给你的 妈妈 妈妈对不起 妈妈对不起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我的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不得了 我看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看不得了 你不得了